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方冷他怎么样了 他 不会真出事了吧 我 我哥他已经没事了 你不用担心了 那就好 你要来医院看他吗 还是不了吧 只要他没事 我以后都不想再打扰他了 有件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什么事 我哥他 他对你 我哥 我要走了 你说什么 我跟方冷 还有这里的一切牵挂 都已经断了 所以 我不会再留在这儿了 再见 小七 你在哪儿 我在家 你这么晚打电话过来有事儿吗 我 我找你 当然有事儿 你把我派进医院的 就不应该来赔偿我吗 知道了 怎么挂了 你不是应该让小七来看你吗 要让他赔偿什么呀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你赶紧再打一个再打一个再打一个 让他过来找你 喂 我已经把赔偿打到公司账户了 你记得查说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想要用钱来打发我吗 那不然怎么办 你可别忘了 我向你爸额了一大笔钱呢 就算赔给你一部分 那也够我活下半辈子 我爸 他这次没有为难你吧 我听医生说是你把我送到医院的 你见到我爸的时候 他是不是训你了 没有啊 我都没理他 我把你认个医生我就走了 那就好 小七 还有事吗 我生病的事不怪你 我们之间的事我想了很久 如果你有空的话 我没空 你说什么 我挺忙的 我没有时间去医院陪你 也没空关心你 我们以后还是别联系了 这死里有病吗 我去 他真有病啊 我去啊 你是不是疯了 你身体还没好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 你别过来 干嘛啊 别过来 你干嘛 我说的别过 你不是要走了吗 你怕什么 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 一声交代都没有 你觉得我会让你走吗 我不都把医药费赔给你了吗 你还想怎么 我说的不是这次 是以前 以前 怎么了 你纠缠我 骗我 让我误会 愧疚 我明知道从一开始 就不应该接近你 但我还是一次次上你的道 我甚至对你动心 我 我又不是故意的 谁知道你动心 就会寄营养 我要你对我负责 负什么责 我告诉你啊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反正我是不会把剩的钱给你的 那你就把你自己赔给我 你别过来 干嘛啊 是碰瓷 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吗 你知道我担心你会走 我担心我的家人会为难你 我连昨天昏迷的时候 我都梦见你在 你大喊的说你喜欢我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肯看中我 你看中我 你跟我说你从一开始就是假的 你跟我说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 你说 我不喜欢你 我从一开始就是假的 我故意靠近你 故意勾引你 就是为了从你身上拿走我的东西 可是现在 唯的东西都被你毁了 我讨厌你 我不想看见你 行了吧 那如果我说我喜欢你呢 就算我知道你是为了利用我 我还是喜欢你消极 我还是喜欢你消极 你胡说什么呢 你不是一直讨厌我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干嘛呀 干嘛呢 怎么了 我是不是伤到你了 对不起啊 伤哪了啊 没事吧 怎么了 我不是故意的 谭主理 这里医院挺远的 你赶紧打电话联系医生 让他们去方冷家等着 好 没事吧 伤到哪儿了 你跟我说 没事吧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 方冷他从医院跑出来 都是因为你 你也看到了 你直接闹 他的伤更加严重了 你就不觉得你应该 陪我把他给 送回去吗 我知道 你先帮忙扶一下 好嘞 师傅我不走了 你帮我把行李拿下来 谢谢啊 慢点慢点 没事吧 你喜欢他是吧 喜欢到可以连自己的前途 都不要了是吗 过去我活得太冷了 这一次 我不想再冷下去 好 希望你别后悔 希望你别后悔 你跟姜雪 没什么事吧 没什么 我只是告诉他 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 之间的什么关系 从很久以前开始 我每天都去家里看你 你上班我去接你 你下班我去送你 早上给你捧鲜花 晚上陪你吃大餐 天天把你宠得像小公主一样 你说什么呢 以前我也经常一看你 一看就是一整天 我还夸你很温柔 恨不得把你捧在手心里 除了你 我这辈子不想再见任何人 那你说我们是什么关系呢